从银书写起成,爱上看图写画。 今天的主角是豆豆和点点啊,我们从左上角的图片一开始,对不对? 没错,你看看豆豆在做什么呢? 他正在床边穿衣服,床上还有个蓝色的小书包,书包看起来鼓鼓的,我猜应该是早上豆豆准备去上学吧。 真棒,接下来说说他手里的衣服。 那是一件蓝紫色的校服,他还系着红领巾。 你观察得真仔细啊,冠冠熊,我们再来看图片二。 我看到豆豆背着小书包站在房子外面,嗯,他好像在观察小燕子。 是的,小燕子会在春天做什么呢? 他们会用嘴咸着泥巴和树枝在屋檐下面修房子。 没错,豆豆正在看小燕子修房子呢,下面到图片三啦。 豆豆遇到了背着花书包的点点了,他们俩抬起右手,像是在互相问好。 没错,见到了好朋友,要打招呼问好呀。 我也要做懂礼貌的好小熊。 冠冠熊真棒,你看他俩一起去上学啦,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? 快看图片四。 他们在池塘边学画画,池塘里面还有他们的影子呢。 我们学过,小池塘可以做什么呢? 平静的池塘里,倒映着影子,就像在照相。 我想,他们应该是在画小池塘的景色吧。 冠冠熊,你进步好大呀。 没错,他们在画倒映在水面的景色。 这也提醒我们,看图说话的时候,我们不光要说出自己看到了什么, 还要说出主人公可能在说什么,想什么,或者要去做什么。 这样,你的故事就连贯起来了。 明白了,看图说话,不光要看,还要有适当的想象。 图片说一说 现在,你来试着把今天的故事讲出来吧。 早上,豆豆穿了一件蓝紫色的校服,并戴着一条红领巾,身边放着一个装得满满的蓝书包。 豆豆背起蓝书包,走到屋外,看到忙碌的小燕子,他们闲来了树枝和泥巴,正在屋檐下面修房子。 后来,豆豆去上学了,在路上遇见了背着花书包的点点。 他们举起右手,向对方说,你好,一起去学校。 最后,豆豆和点点坐在池塘边上,跟老师学画小池塘的风景。 池塘里倒映着蓝天白云,还有他们的影子。 冠冠熊,你说得太精彩了,想一想,你在上学的路上会看到什么呢? 请你试着画一画,并用一两句话写一写吧,期待你的小作品哦。 谢谢观看,我们明天见。 明天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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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